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崇祯皇帝朱友简自溢于梅山,明朝作为统一国家的时代就此结束,但是明朝是两都制,当时的陪都南京以及南方各省仍在明朝的实际控制之下, 4月,南京诸臣皆认为国家不可一日无君,屹立新地,但对地位谁属则有一番论战 四镇雍丽 当时,从北方逃难难来的明朝宗室,有明神宗的侄儿陆王朱长芳和明神宗的亲孙福王朱游松 即在洛阳被农民军烹杀的老福王朱长荀的儿子 从血统上来说,明光宗朱长洛,有天启帝朱游教,崇祯帝朱游俭二子,天启帝朱游教五子 而崇祯帝朱游俭也训国了,崇祯帝的太子即永定二王陷入清兵之手 所以,应从明神宗之子,明光宗朱弟中选择 福王朱长荀为第三子,以长荀居长,朱游松为朱长荀长子,身在南京附近的淮安 因此,在崇祯太子即定永二王无法治南京继位的情况下,福王本为第一顺位 然而东临党前千亿,石可法等人认为朱游松虽系神宗亲孙,伦续较劲 但以昏庸贪淫著名,以利贤为名,主张利明神宗之职陆王朱长芳 石可法并称,福王再番不忠不孝,恐难主天下 陆王朱长芳血统偏远,自然缺乏继位的理由 但是他的贤名为他赢得了许多人的同情和支持 当时政治以内阁负责,即使皇帝不能处理朝政 负责的臣下仍可以维持政治机构的正常运转 以局势而论,刘都诸臣需要的只是一个形式上的精神领袖 而并不一定非要雄才大略的贤君不可 在石可法指出福王不可立的七大理由中 其一就是干预有私 他们不可能要求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普选 却总有大批的野心家趁机上下其手 借拥立征功 南明的局势势必将土崩瓦解 一发不可收拾了 朱游松在原总督经营太监卢久德的帮助下 直接向雄聚江北的三镇总兵求助 高杰、黄有功本人本来就是野心勃勃的流窜军阀 见有定策拥立的大买买可做 真是无本而有万利的好机会 于是一拍即合 甩开他们的顶头上司 正与石可法密伤的凤阳总督马士英 做起了定策元勋 消息传到南京 所有人无不大惊失策 马士英老于官场 见自己步将窝里返 想来争也没用 连忙向朱游松表明心计 成为从龙文臣第一人 石可法一开始还蒙在鼓里 指手画脚的不服 又在写给马士英的信中 痛骂朱游松昏溃糊涂 没想到却成为落在别人手中的把柄 随即马士英便带领大军 杀气腾腾地护送朱游松 来到南京浦口 大事已定 满心悔恨的石可法和东林党人 也只好接受这个现实了 同年的五月 朱游松及皇帝位 于南京紫禁城五英殿 次年为红光元年 其国号依旧为名 史称南明 昏庸不堪 朱游松甚至可以说是 荒淫无道的极大成者 当时正处于内忧外患日益加深之际 君臣上下本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当时南明鸿光政权控制的区域 东自黄河下游以南 西起武昌长江以南 其物力 财富 人力 也比清廷所控制的地区雄厚 但实际上 红光朝野人士 不仅没有因北都的父王而振作起来 反而在腐败 内讧 争权夺利上 远远超过了崇祯时期 因而极端的腐败 十分的脆弱 被捧上皇帝宝座的朱游松 在政治上毫无作为 将大权位于马世英 阮大成等宁臣宦官 同时 作为福王朱长荀的儿子 他对东林党人从心里上没有什么好感 竭力排斥 以食可法为首的东林党人 自己却不理朝政 整天只顾沉眠酒色 吃喝玩乐 生活荒淫透顶 据历史记载 朱游松刚刚登上皇帝宝座时 就以大婚为名 派出内官 在南京 苏州 杭州等地 挑选淑女 而其手下奸宁之人 趁机作威作福 广惧钱财 草奸人命 又据贾身朝氏小记载 福王除夕悄然不乐 急传各官入见 诸臣皆以为兵败而促 据仰头谢罪 梁九曰 朕未辖绿北 所忧者 离原子弟无一家者 亦欲广选良家 以冲夜亭 为诸卿早行之耳 众臣曰 臣以为陛下忧敌未宽 绿先帝 岂亦司及此 意思就是 除夕那天 朱游松闷闷不乐 召官员们入宫 大臣们都以为是兵败了 都在磕头谢罪 没想到 朱游松却说道 朕没有心思 顾及北边的清军 现在唯一忧虑的 是离原子弟 竟然没有一个漂亮的 想要选一些良家女子入宫 希望你们能早点行动起来 大臣们对此都很无奈 朱游松在位的八个月里 可谓是坏事做尽 他整日沉迷于女色 在宫中纵情享乐 所有的政务都交给马士英处理 甚至还在内庭里挂着一幅 万事不如杯在手 百年几件月当头的对子 除此之外 朱游松为满足自己的淫欲 还命太监田城 派人在每日晚间出城 四处捕捉蛤蟆 配置禅苏和妹春耀 因为田城怕守城官兵 不允许这些人出城 特意做了好些灯笼 灯笼上写着奉旨捕禅四个字 守城官兵只要建了这灯笼 便开城门放行 为此 民间称朱游松是蛤蟆天子 而且朱游松的荒淫行径 还远远不止这些 红光元年正月的时候 朱游松在醉酒的时候 竟然把两个幼女玩弄致死 除此之外 朱游松还是一个严重的性隐患者 一旦看到有几分姿色的女子 便强行带入宫中认自己羞辱 此外 朱游松还是一个男女通吃的人 身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太监 叫做张执忠 对他十分喜爱 经常同时同寝 公元1644年9月 为了豪夺民财 在大臣马士英的建议下 朱游松竟批准在朝野中大卖官 具体办法是 取消延续数百年的声援 秀才式取制 改为以纳银多少来定名次 一时间各地声援云集 一个多月后 他又下令 现以上三级正官 一律以银竞争 大卖官的结果 导致官僚机构庞大 荣源大增 当时南京城里民谣四起 中书随地有 都督满街走 兼济多如羊 执方贱如狗 新官后缺 旧官又想顾位 于是拼命向上行贿 致使民怨沸腾 识人张代曾痛骂朱游松说 自古亡国亡军 无过我洪光者 汉县帝之孱弱 流善之痴呆 阳广之荒淫 合并而成义人 真能及大成也 亡国之时 由于朱游松不以国事为重 苟且偷安 荒淫无道 在朝内极为偏向 马士英 阮大成等宁臣宦官 而对外又不做防御清军的准备 这就直接导致了宏光政权的迅速灭亡 公元1645年 风雨飘摇的宏光小朝廷内 又闹起了所谓的三夷案 即大悲案 太子案 同飞案 首先是大悲案 大悲是个和尚 俗家姓朱 曾和朱游松认作本家 由于东林党人 曾想立陆王朱长方为帝 所以朱游松对他一直严加防范 生怕他夺了自己的地位 陆王信佛 此时大悲和尚来到南京 朱游松怀疑他是来为陆王刺探情报 便将他下狱 定成死罪 其次是太子案 有一个自称是崇祯帝朱游俭太子 朱慈朗的年轻人 从北方来到南京 朱游松又怕自己的宝座被他夺去 匆匆定他是假太子 投入狱中 最后是同飞案 当年李自成攻下洛阳时 时为福王世子的朱游松 八成逃脱 在开封与周王府宫女同事 私定终身 而今同飞千里寻夫到南京 他却坚不承认 将其投入狱中折磨而死 这三案闹得满城风雨 并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尤其是太子案 加速了宏光政权的灭亡 当时镇守南京上游的左梁玉 早年是东林党人侯巡一手提拔起来的 跟东林党人关系很好 与马 阮等燕党和宏光帝相互猜疑 太子案为他提供了一个借口 于是他便以清军策的名义 扶江东下 与此同时 清朝御亲王多多率领的清军 在近战西安 击败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之后 正以狂风暴雨之势 横扫中原 直扑江北 抵近淮河一线 而此时的朱游松与马世英等人 却命令江北防线的明军 回师攻打左良域 以至江北防线大开 不战自乱 公元1645年5月 清朝御亲王多多率领清军 血洗扬州后 渡江直扑南京 警报传来 朱游松还在饮酒作乐 他慌忙收拾行装 与深夜携带爱妃 暗暗从通缉门出走 弃城逃至吴湖守将黄德公的军中 第二天 清军追到 朱游松与爱妃 避入黄德公船中 两军展开了水战 黄德公被冷箭射死 部将田雄趁机反叛 捆绑了朱游松及其爱妃 送与清军邀功 5月25日被押回南京 9月被押送到北京 第二年被杀于北京宣武门外的柴氏 结束了他昏庸无能的一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